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日 又到了一年一度一些艺人们的表态的时刻啦 凌晨零点即中国官媒央视新闻在微博准时发布 庆祝中国成立73周年的贴文后 欧阳娜娜就在两分钟后立马转发 克服祝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速度快到被大赞 娜娜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是有独立思考的女孩就爱这样的她 之后也有不少台湾艺人陆续跟进 像是前阵子因海鲜风波被骂爆的杨承琳 就高喊愿景秀中华繁荣富强 林志玲说盛世中华国泰民安 而中国媳妇女婿陈颜希、吴奇隆 以及陈乔恩、陈一涵、汪东成、王大陆、陈立农等人也都加入行列 不过部分中国网友却不以为意 说他们其实也就是为了发而发而已 都是为了人民必来的 但是看到昨日跟巨峻夜还在大放闪的大S没有发文 他们却是整个暴气 怒批他着运满热搜 今天却安静如鸡 一到这种时候就装饰蒸烦他们家 火气甚至还烧到夫妻两天到发疯的杂志罩上 只批两人加起来都一百了 能不尬人吗 女婚他们不礼不礼